張正業什麼意思 好千許 合同我一定會幫你拿到的 我對你的真心 日月可見 不要臉壞女人 哼沈青陽你 你就等著被趕出去吧 劉秘書看見沒 我給沈總準備的禮物 可是價值一個億的巨觀音 我相信 沈總一定會很樂意把合同交給我的 誰說合同是沈總親自來的 啊 難道不是嗎 我不是聽了你 你不是聽了嗎 諸位 女人受沈總阻撥 這個酒會由我來補充 合同也該將由我來決定 最終該交給誰 我老公準備了計劃書 合同是我們的 老公快把你們計劃書拿出來 給劉秘書看看呀 傻子趕緊閉嘴了 消息品的垃圾 還給拿出來滾人了 劉秘書一定會選我們的 啊 沈青雅 你還是別丟人了 合同一定是我的 劉秘書 那就麻煩您大佬 幫我把這個預官音交給沈總吧 沈青雅 你個傻子 看清楚 我才是沈總最後的選擇 一一一 推牛大佬 我宣布沈氏集團將合同計劃書 正式交由沈青雅小姐和蕭千勳先生負責 媽 你是不是糊塗了 沈氏集團的大項目 怎麼能給一個傻子和一個白痴啊 怎麼 你敢教我做事 劉秘書 你敢這麼羞辱我 我下次我爸打電話 你是不是女文 我爸跟莫斯特的定位比不上你啊 老頭 這個劉秘書一定是在見那個傻子羞辱你 叫傳出去 你 你在北京怎麼算啊 就是別人都會說你不如一個傻子啊 輸了輸了 壞女人輸了 輸了輸了 壞女人輸了 閉嘴 死神哥 劉秘書 我看你腿怎麼跟我爸交代 爸 你快來沈氏集團酒會 我被你同事羞辱了 他一點面子也不給你 就是看不起你 我馬上過來 敢不給我面子 當我趙攀明是吃醋的 哼 劉秘書 你要是不想得罪我父親 對我父親告訴沈總 你願意用植物吃便 隨意欺壓同事 還是趕緊把活動給我吧 壞女人 你又再說句話吧 我看一會兒啊 沈總教訓的一定是 你還要你老爸 閉嘴 臭傻子 你敢詛咒我們家 不要打聽啊 蕭欣尋 剪欣尋這個傻子 到底有什麼好的 我常常夢想欣尋 哪也比不上這個傻子了 你也不得沈小姐比較 你那一堆都瞎了眼是嗎 我哪也比不上他啊 是誰 敢欺負我趙攀明的 小頭 是誰 敢欺負我趙攀明的一個 爸 您終於來了 就是他 劉秘書 他明明在公司的地位和您部份上下 卻一點都不把你放在眼裡 劉秘書 你這是何業啊 趙總 您的女兒不尊重人 在酒會上擾亂秩序 我難道不敢替你教訓教訓 殺死 我趙攀明的女兒 還輪不到你來教訓 爸 他還給這個傻子撐腰 折了我的面子 我不管 今天必須給我做主 必須讓他給我下回道歉 劉秘書 你今天必須要這個傻子不道歉 今天的事情 希望沒有看見 不然的話 我就把你今天 利用指骨之鞭打壓同樣的事情 告訴神總 還真是善良不正 嚇不來呀 大膽傻子 你敢這麼說我父親 虛虛一個傻子 我照他明 犯不了的沒辦法解釋 但是你 今天做錯了事情就一個道歉 當然 犯了錯肯定要道歉 可是我又沒有犯錯 不是我又沒有犯錯啊 可是我又沒有犯錯啊 性格囂張無力 你是欠教育 趙總 你怎麼能打人呢 你 你竟然敢打沈小姐 傻子嘴氣 當然要打 打人是要付出代價的 劉秘書 現在就給趙泰銘停止處分 知道了沈小姐 知道了 你一定會後悔的 沒想到劉秘書 今天碰到一個傻子 看他 今天發了他老子有毛病 你才腦病呢 人家劉秘書只是給你去拿 平之結義罷了 傻子 傻子 沈青啊 看來這個媽媽是讓你越來越傻了呀 你就一個傻子 你憑什麼讓我大平之 配個傻子傻子 你真是你爹把他恥辱 傻子的話有時候可是自理名言 你現在不信 多少你信的時候 還有 我只會對我老公 讓我幸福和快樂 像你這種壞女人 只能得到報應的 沈青啊你 死到零頭了 你也只能胡說八道 我掐指一算 還有五秒 你就會接到電話了 傻子 五秒 我幫你數 要是我爸沒停止 你就乖乖給我跪下道歉 五四 三 二 一 天哪真有電話 好呀好呀停止停止 喂 什麼 我被停止了 小龍 這怎麼回事啊 我就說了你會被開除吧 拿著吧 你已經被停止了 停止期間再有違規行為 神總說了 這口蛋 神總 怎麼會撤不住 不隨意滅持任何人 才是一個身體到位的人 該有的評德 但你 沒有 這件事就是解情 對不對 千全 你看啊 一個壞老頭還有壞女人 臉好臭哦 不 廖老弟 我知道錯了 求你給神總引荐一下 我當面給他道歉 讓他 別給我計較了 你應該道歉的人 是沈小姐 是沈小姐 什麼 我給一個傻子道歉 道歉道歉 壞老頭道歉 趙總 你和你的女兒要是不道歉 神總說了 永遠也別想得到他的原諒 不不不 我道歉 我道歉 媽 難道我們真的要為了一個傻子 可口道歉嗎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你的話 轉告給神總好了 對嘴 給我跪下 爸 你怎麼能這麼做 這個壞耳朵不壞你們還不道歉 我們會不會有內心呢 沈小姐 對不起 我笑得不放 還不把那個神總引荐道歉 對不起 老公 那你說我不要原諒他們嗎 原諒吧 神經一助 那好吧 既然我老公都說了要原諒你們 那我就原諒你們了 小清雅 你給我等著 還沒趕過來 跟我回家 這是我們審視器官的合同企劃說 小先生你拿好 這 真是給我的嗎 老公你快拿著呀 以後掙了大錢 就給你給清雅拿好多好吃的了 謝謝劉秘書 請劉秘書轉告神總 我肖千尋一定不負重啊 自然 太好了太好了 老公你終於接到大單子了 公司危機解除了 危機解除了 老孟 你要不先回公司工作吧 我一會就讓劉秘書送我回家好 這 小先生放心 我們會安全的把沈小姐送回消假 那就有勞劉秘書 清雅 要乖哦 不要搗亂知道了嗎 知道了 我媽媽就回家 好 沈總 這幾個人 該怎麼處理 沈 沈 你怎麼說 你喊這個傻子喊什麼 我沈清雅 雖然摔傷腦袋 但是是個神智 但是我現在已經好了 帝國第一集團 沈氏集團總裁 就是我沈清雅 他怎麼可能 沈氏的傻子媳婦 怎麼突然變成了沈氏 沈氏總裁 這次是給你們的教訓 讓你們明白 隨意欺辱別人 是一定會被人收拾的 你根本就不傻 你為什麼要找傻騙人 我們以為你是個傻子才欺負你的 我傻不傻 都不是你們隨意欺辱一個人的理由 怎麼 難道我是個傻子 就活該被你欺負嗎 不沈總 是我們有眼無辜 不是今天有你的教育 我以後 再也不敢實施被欺辱別人了 晚了 劉秘書 通知一下 這三個人 全旁轟殺 趕出北城 我要讓他們 也成為他們口中的落實 沒錢沒事 你們 來自你們這種人的惡意吧 沈總 我沈總知道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以後再也不敢 對對對 沈總對不起 沈雅 沈雅 我一個女人 被趕出北城 我還怎麼活呀 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真的不會了沈總 沈總 沈總 您還要繼續辦傻子呢 我擔心 您今後可不遇到今天這種狀況 快了 我會盡快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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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想走吧 送我回家 是 有意義 兒子 你說的是真的 那太好了 是的媽 我不說了 我還要工作啊 好好 你忙啊 太好了 這小童啊 就是靠僕 說是幫千鑫 拿合同幫忙解決公司危機 這媽就做到了 我得要給小婷打個電話 邀請他來家裡做客 喂 小童啊 是我 阿姨就想谢谢你 你竟然真的给千询拿到合同了 阿姨就想要你到家里来吃吃饭 你看你有没有时间 看来这个老太婆 以为是我帮千询拿到的合同 阿姨 可是千询会不会不同意我去家里 包括 沈青老约会装饭卖宝 对我全场矫停 阿姨给你保证 千询这回还在公司 家里那个傻子 你今天来了 想怎么出气就怎么出气 太好了 既然千询不在 那我就去找沈青雅那个傻子的麻烦 那 我就不客气了 哎好的 小姐 你害得我爸坚持 套着我便宝 我要你好看 走